确证天霸的第一局下半场 启烟首发上场 阵容的话上面是一个镜像阵容 镜像阵容 这把我觉得启烟这边 如果说教练有给他安排的话 我觉得最好就给他安排死宝瓶 对吧 跟上把小瑞一样 什么有地下室直接挂上镜像 开个反场看看你 你看看我 对吧 雕像都不教的 留6个雕像来把这个人手死 上来这个点位遇到的是幻克 哎呦 幻老师 我们这把看一下幻老师会反穿 能不能有反穿的 对吧 招牌反穿 这边穿一个洞 转个点 进到了教堂 前这边的雕像都是没有拉中 再追过去 这里应该再打一个洞 走 好 两个洞交完 先知的鸟没有交 祭司 再续一个洞 可能需要鸟的一个加持了 雕像这边的一个命中率不高 但是追过来的话 应该是要抵鸟了 先推一手 我需要帮助 好 能再续出一个洞 那这把就是死抓祭司了 抓完祭司以后挂死 再追一个人 我觉得起研就完成任务了 能保瓶就可以 面对狼队的求生者 能保瓶真的就不错了 好 这边是走 这个地方板子先给踹了 其实没有必要踹板子 因为你这边穿洞跟下去 他是带风窗的 我记得他带的 刚刚天赋看的是风窗加挽留 这祭司教了这个洞没有机会来翻这个窗的 所以这块板子其实现在是不急于去踹 这波踹板子其实是给了机会的 给了机会的 因为你根本没有必要去踹 祭司根本进不来了 他根本不可能翻这块板子的 闪现 这边需要打一刀 然后闪现一刀 即便如此吧 这边给 哎呦 这内奸雕像 这一手内奸雕像的话 换客可能可以再续出一个洞 打一刀 好 这边就看这个闪现了 祭司的洞 目前来看 还没续出来 但是487 这个位置会不会 岛的位置会不会影响到 我们看一下 前锋 小果冻好像是修完电机准备过来了 祭司马上能蓄出一个洞 夹了一手夹了一手夹了一手 闪现过来一刀 好的 镜头能不能给一下前锋 三台机 这一把的一个抓人时间 要比上一把小瑞瑞的 这个抓人时间有点5 有点慢 前锋这边没有被通缉到 被通缉到的是佣兵 球者这边想卡 那就是想赢 球者这边想赢 想赢的话 起研这边也会有一些机会 就是 对吧 风险和收益是并存的 既然球者想赢 不选择职业的撞救 那这边求生者 虽然说有赢的机会 比如救的好 但是 哎 拉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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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撞 撞晕 起研这边是雕像放出来 想来防一手 没有能防成功 看得出来起研这把打的还是有点紧张的 还是有点紧张的 没有能打出他自己的一个水平的上限 这样的话电击可能是拦不住了 要看开门战了 目前来看 球者三跑的一个可能性很高 因为这边你追的是一个祭司嘛 他这边想要来追前锋 追前锋的话需要雕像加一刀 然后慢慢的来控场嘛 还是说这边秒这个先知呢 秒这个先知也行 夹了一手 好打一刀以后开二阶两连雕像 抬走这个先知能守一台遗产 也可以 需要佣兵这边来救人 把这个搏命套上带走才行 但是这边的一个身位的话 哇 这个十字维杀没挖一柱 十字维杀维杀追一刀也不错 但是还有一个两连的机会 能不能秒 能不能秒 两连雕像 好的直接秒掉地下室 但这个地下室不够了 现在这个地下室有点晚了 要挂的话挂地下室 想要保屏也很难 也很难 因为这边电机已经压好了 然后一个人压机对吧 一个人贴门 一个人救人 可以安排的非常好 而且开门站这个祭司 能不能秒了这祭司 哎呀不行 这边已经来了 已经来了 雕像推各种推各种推 那看看怎么保平啊 落地一刀打中先知 还行 还行 先知这边翻一个窗 推一手 一刀打 好 那这边要等到先知倒地以后才赶亮了 先知倒地 电机亮 然后两连雕像 一轮 点击点亮 487 这边雕像 没有能补咒 应该是一个三跑了 因为开门站 还有一个满血祭司 还有洞 那这局只要不被四跑就行 只要不被四跑就行 还是前期抓人 那个节奏太慢了 抓人节奏如果能快一点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能保平的 这边推一下 前锋 这边来扛刀 闪进去我会打 好的 可以 溜一个 可以了 这边穷者好像想要来打 继续打 还想打 想争一个四 先知这边在爬 前锋的球倒是留的不多 祭司手上面难道有博命吗 防前锋 先知快爬出去了 雕像一轮推 半血前锋 先知 牵起来 好的 先牵 佣兵在 这边还要慢慢打这个团 慢慢打这个团 祭司这个大洞也比较难处理 应该是要放一个死角 不要挂了 不挂就行 不挂就行 切插眼 帮忙扛刀 但是雕像很多 雕像很多 这边应该是要想 掩护一手穿洞 洞已经补上了 洞已经补上了 这边还有雕像吗 还有雕像吗 两连 补 好的 一刀 没打中这祭司 那应该是不会再打了吧 这个局要是再打 前锋是已经走了 再打的话 全者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了 祭司半血 可以了 两边都可以了 全者这把拼一枪没有任何问题 他们有资本拼 然后祭妍这边守的也很好 只不过就是他前期的一个追击节奏 他其实就是刚刚我说的那块板子 他有风窗的 祭司一个都打出去 你跟出去以后那块板子踩了 其实给祭司拉了一个很大一段的距离 如果不是这段距离的话 早一点把这个祭司抓上 他是有一个保平的节奏点的 当然走起上来看 祭妍今天那个发挥也算是可以了 后续保持的话 下次能保平就更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